台語天后將會豐美九年 將付出在國慶晚會上登台現場 粉絲早已迫不及待 很可惜都沒看過他的演唱會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當然會想 我一直都很喜歡聽他的歌 我聽了他有三十年了 為了讓歌迷一保爾福 國慶晚會釋出了五千張的免費票券 三十後中午開放民眾鎖票 然而十二點準時點進去 一鍵網站進入排隊畫面 寫上目前近站人數過多 等待時間從半小時到一小時以上都有 然而卻有民眾發現在UDN售票網 臉書留言寫下十一點四十五分 已開啟了排隊機制 讓粉絲炸鍋認為根本沒公告 能提前排隊 對此官傳職也澄清 啟動的是內部簡核程序 並未實際對民眾開放排隊 強調五千張票券 已在十五分鐘內索取完畢 並無當機的情形 而就在歌迷吶喊沒搶到之際 臉書社團上早已出現滿滿黃牛 甚至一張票開到一萬二 還有人說問過市刑大的朋友 猶獲利會被抓蛋可能性低 就擔心消息混亂不明 讓有意販賣的民眾 以為有機可測能大賺一筆 黃牛竟然也搶到票了 而且還可以指定座位 這簡直是太離譜了 黃牛甚至囂張自己的表示 已經請示過市刑大了 蔣萬市長跟市刑大 應該要好好的來重視黃牛的問題 江蕙將於國慶晚會節目壓軸登場 而沒能搶到門票不用擔心 因為在松菸大道也會有轉播 讓民眾能共同感受國慶的熱鬧氛圍 3新聞的江波野 張書函 學校委 林群瑜 台北上報導